薄熙来被立案调查的消息公布后 全世界再次引起舆论讨论 大陆网友表示薄熙来疯狂行恶的日子已经到头了 不过评论人士则认为 中共如果用一个刑事案件来把薄熙来定罪 难负民心 4月10号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 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 中共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并且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他立案调查 新华社消息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 报道还说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在重庆被发现死亡一案 公安机关进行复查 现在有证据证明尼尔伍德死于他杀 薄熙来和古开来以及博家勤务人员张小军有重大作案嫌疑 古开来张小军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 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 薄熙来事件如果中共只以杀人的刑事犯罪来对他判刑 就是避重就轻 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期间 不仅制造了迫害法轮功的人道灾难 还对民营企业进行杀富济贫式的司法灾难 要么就是人道灾难 要么就是这个司法灾难 你避开这些东西 而谈这个他个人的操守问题 实际上就是避重就轻了嘛 他是采用最轻的一种处理方式来处理它 他的目的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还是在维护中共的统治 或者至少是不愿意把这个更大的人道灾难 公布在这个国际社会的面前 处于包庇的这种考虑 时事评论员文昭认为 为了维护依法治国形象 中共不得不找出薄熙来犯罪的相关法律条文来治它 当王立军2月跑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寻求政治庇护后 南华早报3月7号刊文 指称胡锦涛在政协内部已经打过招呼 会以腐败和叛国罪来给王立军定调 现在中共却先公布 博与妻子谷开来涉嫌刑事犯罪 文昭认为 如果中纪委对薄熙来立案调查 不提王立军 这事让人感到奇怪 从这条线上立过来 王立军到薄熙来 然后薄熙来的中央后台周永康 他们实际上 你要找他们的犯罪的体证是很多的 就是从血腥镇压法轮功 到他们用非法手段 打黑为名去黑打 他们手上沾满了乌乌的纤血 但是如果现在把这些信息公布出来的话 那他胡锋可能有顾虑 他就是会顾虑会给整个体制 骤然造成一个冲击 所以这个是他们现在担心的东西 王立军事件以后 网络上曾流传一份王立军交给美国的材料 核心内容包括 薄熙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和薄州联手搞掉习近平密谋夺权的计划 我想不论是胡温还是任何一个聪明的人 他这东西都不难明白 对吧 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 一场产无人道的 可以说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 一场严重的人道灾难 你想把活人的器官拿去卖 赚钱 作为一个执政党 他做这个事情 这是可以说是地球上这个 莱淑表示 胡温不会真心愿意为这场罪恶去承担责任 那么洗清他们自己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手上沾有血债的这些人 完完全全地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让他们接受国际社会的审判